主持人 Uno rodent 大家好 我現在在崎峰縣的智復 今天來智復旅遊啦 那致富呢 從池袋過來 大概只要一個半小時喔 非常的近 好 那我們就去第一個景點 Let's go 第一站來到的是致富神社 那致富地區的鳥居呢 大多都是白色的喔 就是有這種純白神聖的意思喔 那我們進去看看 那這個牌子呢 它寫說是 這裡是東京2020奧運的 聖火傳遞的第四區間的開始的起點喔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有代表的神社喔 這邊很特別的呢 它是有這個水沾幸福籤 那我再來抽抽看 對 它現在呢是完全是沒有字的 它把它放到水上 它就會跑出來 在這個旁邊呢 就有這個小水池喔 馬上來看看它會浮現什麼字吧 有點緊張 它還有那個幸福指數耶 好 我要放囉 欸 喔 出來了出來了出來了 欸 它飄走 欸 等一下等一下 靜電 欸 其實一下子出來了耶 喔 等一下 喔 還不錯耶 它浮現了耶 我的幸福指數呢 是五顆星中的四顆星 急 耶 開心 它有什麼戀愛工作啊什麼的 哇 超酷的 有機會來這邊可以玩玩喔 還蠻酷的 那這裡的致富神社呢 它是致富的三大神社之一喔 哇 它的梁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這邊最有名的呢 是每年的12月2號跟3號呢 最有名的致富業績喔 所以大家呢可以有空的話 來這邊看看這個馬子里喔 這招牌有寫說 它是400年的彩色 射電雕刻喔 它是令和4年12月完成的 就是2022年耶 是這個紫玉的湖 哇 難怪它那麼新 真是非常的漂亮耶 值得一看 超美的 我發現這個超可愛的 它這裡呢 它不是招財貓 它是招財虎喔 那剛剛有看到這個紫玉之虎喔 原來它是這裡的史基喔 超可愛 它肚子上還有一個小老虎耶 可愛 好 現在第二站呢 來到的是 五甲正宗日本酒的酒廠 這裡呢歷史非常的悠久喔 它是寫到保利三年創建喔 至今呢已經271年了 然後這棟建築呢 也是這個登陸有型文化財喔 它也是211年的歷史喔 日本酒是來日本一定要喝的啦 好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 好 感覺很甜啊 喔 感覺很甜 再打一轉 清洗肚子 喔 開啤酒 便打開 那刚刚呢老板呢有跟我介绍了 就是这个酒是最特别的 这个呢是限定酿造纯米大银酿 它是只有致富才能买得到的 然后米呢也是致富产的 哇非常的厉害 来这边一定要喝喝看 这个酒哦 然后呢它有非常多的证书哦 还有非常多的奖状 超酷全部都是惊赏的 太厉害了 那其实呢你对这个日本酒 就是很好奇它的味道嘛 那其实跟那个店员讲呢 它是可以来试饮的 好非常多的种类哦 我们就来试试看 要先从这个味道淡的 然后一直到浓的这边 最先开始是我要试喝这个 花致富纯米生酒 诶很香很香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天呐很好喝耶 它是有那种心口味道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是很香 那接下来就是呃这里 是否刘りたて的生酒 哦 诶真的香味完全不一样耶 刚刚那个花致富 它是有点果香的味道 这个的酒精的那个香味比较浓 嗯 真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耶 刚刚那个藏古川先生他有说就是 你可以利用就是你想要吃的料理啊 有肉啊 或者是生鱼片搭配这种日本酒 好喝耶 天呐 最后来喝喝看就是只有这边才能喝到的 致富纯米大饮酿 它这个香味其实蛮像的 这边重点是就是这个米呢也是致富产的 哦 哇 酒精真的是最浓的感觉 然后它也是非常的好喝 都还蛮喜欢的 就是各其所好的感觉 但是女生的话觉得这个花致富呢 应该会比较喜爱 然后比较喜欢浓郁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 诶 都很好喝耶 赞耶 好 我现在来到的是 普山水坝 好冷 风超大的 这里很壮观耶 然后呢这边也是那个 Kamen Lider的这个拍摄地 在那个桥里面超酷的 好 那我们要去吃午餐 在那边 Let's go 好 午餐来到的是 鹰湖食堂 这里呢就是在那个 浦山水坝的旁边哦 水坝的咖喱非常的有名 肚子饿了 赶快来吃吃看 好 我的水坝咖喱来了 超酷的 你看这个饭叠超高的 它这个是大份的 你点小份的话呢 它的饭不会叠那么高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还有这个 好特别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食物耶 然后来吃吃看吧 好脆 这是猪排 太好吃 很好吃 然后呢你就可以跟这个 夫生自己一起吃 很好吃耶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日本人呢是把这个当甜食耶 来吃吃看 好特别 咸咸甜甜的 它那个酱有点像那个 味噌炸蛋糕的那种感觉 很好吃耶 好特别哦 好吃好吃 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这个水坝啦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水坝的风景边吃饭哦 然后听说这边秋天有枫叶 超级美 大家可以秋天的时候来哦 接下来来到的是 智富Center物产馆 这里呢还蛮漂亮的 因为它在2022年呢 它就有重新装修哦 就是这个 吉巴山秀典 这里呢可以买很多的お土産 就是智富的名产 都可以在这边买到哦 好那它也蛮方便的 它旁边呢就是这个智富站 然后呢 你看这个超可爱的 它是叫 就是我们刚刚有吃那个 味噌ポテト 它就是以 イメジ 的那个 真的超可爱的耶 好那我们就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吧 好那一进门来呢就看到这个 日本小学生的午餐面包 超可爱的 你可以买来吃吃看 然后呢这里也有叫这个智富饼 它是非常的软 然后里面呢应该是包这个红豆馅嘛 对还蛮有趣的 你看这里也有刚刚那个吉祥物 Potekuma的这个小零食 超可爱 就是饼干 然后既然还有这个 Otete 它的熊掌 有够可爱 日本真的是超会做这种可爱的东西的 好那差不多去结账 然后来试吃看看吧 登登 我刚刚买的 Omiyage 我现在人马上就来试吃给大家看 来刚刚有介绍这个 Kopepan 可以体验一下当那个日本小学生的感觉 它刚刚那个Misso就是 就是那个甜甜咸咸的那个Misso 好好吃哦 因为Misso印象就是那种味噌汤的感觉嘛 可是它就是甜甜咸咸那种 难怪这个真的是他们的名产 因为你看像他们都还有这个吉祥物什么的 很好吃耶 而且很有弹性很有嚼劲的感觉 然后它的面包是有一点那种牛奶面包的感觉 好吃好吃 然后 登登 智富饼 冠上那个智富的就感觉要来吃一下 可是它刚刚有写就是人气No.1 いただきます 嗯好吃 里面是包那个红豆 智粉麻糬的感觉 我知道了 它就是那个草莓大福 然后里面没有包草莓的那种感觉 还蛮好吃的 登登 还有这个可爱的小手手 要把它的手掌吃掉 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 好好吃喔 嗯嗯嗯嗯 超可爱的啦 最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这个 它有点像是饼干鲜贝的感觉吗 饼干然后可以沾这个甜咸甜咸的味噌 然后它后面有介绍那个Miso Potato 就是这个智富地区就是 你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当零食吃的这个Miso Potato 那我现在要来这边吃这个 瓦拉鸡卡兹洞 那它其实翻成中文还蛮可爱的 它叫草鞋猪排洞 这个瓦拉鸡呢就是这个草鞋的意思 它就是有点像草鞋的形象 然后超大一个猪排的 智富的这个名物 所以呢也可以来这边吃吃看 那要先把这个蛋把它摆上去 这一定会掉的吧 我觉得它一定会掉 敢不敢 敢不敢打赌 啊 哦 哦 很漂亮耶 太酷了 它停住了 哈哈 但是放上去了 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吃耶 好那它其实有一个下面的盘子 可以拿来放这个猪排 哇很重 天呐 超重的 いただきます 好好吃哦 它这个猪排也有那个味噌耶 甜甜咸咸的好好吃哦 哇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就是当一份午餐了 这个非常的分量十足哦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白耶 好好吃哦 哇 这个物餐馆 卖优优优优独播 然后可以吃东西 太好玩了 好那现在来到的是这个智富的地瓜 甜点专门店 这叫 风太大 芋烏拉拉 这个颜色呢也相当可爱哦 就是这个颜色 它是说说到智富 就能想到这种颜色的感觉 好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真的有这种很可爱的小甜点 还有这个太白玉 它这边呢 这个太白玉呢 就是智富生产的这个地瓜哦 然后还有这种布丁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menu 它有这种 イモンブラン 这个是这里的招牌 然后还有像这样 イモキャンビン啊 还有刚刚看到的 然后这个呢 Soft Cream 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这个他们的招牌menu 就来吃吃看 它其实里面呢是有这个冰淇淋的 然后外面就是有这个 蒙布朗的那种 但是是 是地瓜口味的 它的地瓜很浓耶 而且是甜甜浓浓的那种地瓜泥 好好吃 诶 加芝麻绝配耶 好好吃哦 那接下来吃吃看这个 哇 它这是双淇淋 然后上面有加这个蜜 蜜 蜜酱吗 蜜酱 然后呢 这边还有这个地瓜 一摸 好甜 嗯 这是地瓜蜜耶 它那个蜜又有那种地瓜的味道 好好吃哦 超好吃 我的天啊 它就是那种大学浴 外面有那个 包那个糖浆的感觉吗 然后冰冰的 好好吃 诶 真真的一定要来 超好吃的 好的 今天呢一整天呢 致富的旅行结束了 买好多伙伴哦 好 我现在呢回到这个 西武的这个致富站了 准备要回东京了 那真的是蛮方便的 离东京只要一个半小时哦 景点也蛮好的 那推荐呢就是有那个祭祭 12月的时候或者是呢 秋天来 景色也还不错 那就推荐大家啦 好 那今天的旅程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去看看的景点 还有那个 一摸 一摸的那个甜点呢 觉得不错的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OK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follow我的Facebook IG 还有X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